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家里面也是比较颠沛琉璃 我爸爸那个时候口袋200块 然后就到上海来了 他觉得这边稳定了 就把我们全家从台湾带到上海来 那个时候是2004年5月24号 它是提升干茶的香气和红的 等我泡过来茶汤更加滤好 可以闻一下这个茶的香气 可以再闻一下 这个杯子好温哦 是啊 好舒服哦 是啊 加温到水 完全不一样 对对 现在口感会更好吃 第一套是用茶 第一套已经倒掉了 是刚才已经洗过了 茶是七分满 感觉整个都非常优强 多喝茶就人会变得新天气 哇 这就可以了吗 谢谢 谢谢老师 请用茶 谢谢 每一朝每一时都有一定的规范手 老师学这个茶到多久 今天20年 老师 老师 老师看看镜头比人热 在这儿说 还是我能进去 老板 你还记得我吗 有证图回台湾了 对啊 我想坐来过来看看 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你还有弟弟呢 对对对 因为我们应该是你的唯一的台湾的顾客 然后老板就帮我剪头发 剪完 剪完头发呢 我们就会去那边洗头 还是来 对 坐在那边洗头 就这里剪头了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剪头发十块钱 现在就帮我剪头 剪了三十吧 对 其实老板看着我长大了 没事 是了是了 现在我都三十了 三十岁了 对啊 哦这么快 你帮我剪头发我才十四岁 对对 十三十岁而已 各位好 谢谢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的很多的青少年时期的朋友 跟我的情感都在上海 整个养成跟坚立起来的 所以我到上海的很多地方 每个都是我生活过的印记 就特别的有感情 在这里可以看到对面这个小两 那个圆顶的小两 那时候因为我们同学 有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很喜欢我 然后他就跟他的好姐妹们 每天在那个两层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垃圾桶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同学走过来 有一条站 他们现在我可以看到我怎么样 只要保持相机 我是初二六班 我的外号叫大台湾 我弟的外号叫小台湾 大宅门刀狼 对啊 这就是我的同学 想到了 你说什么的话 所以你挑战 小时候刚迷上NBA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买NBA杂志 大概有三四家 我每一本我都会买 然后每一本我都会看完 所以我每一本都几乎能够背得下来 那个时候NBA球 他每天要抱着睡觉 抱着篮球睡觉 然后去那边都要带篮球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因为这种文章受影响 有一年我去北京玩的时候 我就带着一颗篮球 抱着篮球去长城 抱着篮球去各种地方 就是我觉得我也要像NBA权人这样 因为他们这种精神会影响 他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你也更不可能成为NBA球员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确是因为受到NBA权人的这种影响 就觉得那我做任何事情 我也想要像NBA权人这样 就是一旦你投入进去了 你就必须要把天天像篮球一样 天天带在身上 和新华网一起探店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华网的记者小姐姐来跟我们看店 今天有带设置组 就是我们跟新华网即将要合作拍一个纪录片 我们的设置组已经到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位置 我是上海人 我是江苏人 江苏人 现在要在做自媒体 做美食探店的频道 那时候一直有觉得说我想要环游全中国嘛 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用吃美食然后来环编全中国 假设我能够在某一个平台破一万粉丝 那我就要把我的团队带回到上海来 因为上海是我成长的地方嘛 江浙户这一代管这个叫馒头 但北方的话管这个叫包子 一口一个猴桃馒头 再配个这个上海立备大牌 自媒体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大众文化 因为自媒体是从大众当中来的 所以你必须在大众当中去跟他们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个摩托车就以前台湾超多人爱情 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辆 这叫韦斯牌 男生骑客就很帅 会载他的女朋友 然后骑着摩托车 道路没有 比如说大学生 每个人都会谈摩托车 然后那个钥匙就是打乱之后让女生抽 抽到谁 这个钥匙 然后就摘那个女生 好这个是野兰一二五 这也是很经典的 以前我万众也是台湾 你要一边这样 然后踩挡 感觉没有回应 这边有个大同宝宝 你买他的电波 然后基本上你家里面就会有两个大同宝 就放在家里面 他好像瘦了 宝宝 这些人是历史历了什么 那这台电车里面呢 他的名字是做错事的小狗 做错事的小狗 就是耳朵都会往后 他没有后照 就寒暖淡然 九分日人 滑溪接舌王 这么巧 这也太巧了吧 这女儿吗 对啊 哈喽 这是 永恒 是郭点义 我来自台湾新北市 在昆山这边 有一点点农场 我们夜市的话是 每周的五六日 晚上就可以出餐 那你平时会来这边逛吗 会 有时候会在这边开会 然后开完之后 就在这边直接吃饭 宝宝鱼村 开夜了之后 我看到朋友圈里面 发了这些照片 然后我就非常的向往 差点感动到哭了 就是我看到那个街景 就是台北八零年代 我小时候 在那个西门町那种 长大的那种街景 那我有点隔代 我九二啊 那你是八五 八五 你还真干酱 就非常怀念 然后又吃到那个臭豆腐啊 有一三秒的巧思 一二三 我也是第一次到滚山去 然后就逛他们的夜市 所以我觉得很难讲 而且他把台湾那个夜市的一些招牌 很多店的招牌 把它还原在那边 所以就感到我现在自身在台湾 我来到大陆已经十一年了 我现在是一点田农场的农场主 那么我来到这边呢 做的是青植农场 还有自然农法的有机种植 还有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些乡村振兴的工作 因为我做的是制造业的这个工作嘛 然后工厂那个几十人几百号人 我都都可以管得好的 然后我就想用管理工厂的这种模式来去管理农场 农场就十几个人 对我来讲少菜一碟 然后第一年真的是生不如死 你要顺势而为 而不能够去强求 所以经过了一年 我自己去调整我的这个心态 然后更放下自己的身段 就是说我不要再去想 我什么世界五百强的这个高管啊 还是什么管理经验 我就是要有空杯的心态 然后去跟着他们去地里面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种葡萄对吧 我记得 对在家里一直种葡萄 多久了 一年了 93年开始 93年 我也是主席是山西的 然后太太也是山西的 对 这我知道 新州的 新州的 但是她是以前在分山 分山的台商工作 在这边认识的 对 本来以为她找了一个台湾男朋友 结果呢 我这一看 原来我主席也是山西 还是山西的 让了一大圈 结果呢 找到了一个老家 听他们的需求 管人要管心嘛 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辛苦之后 然后才能够去要求他们去做一些自己符合工作的期望 我们不打那个除虫的这些药物 所以我们就用袋子去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 就是防止虫去咬它 我们会比赛就是看谁摸得准 比如说 这一颗应该是400克 然后这个应该是350 然后秤一下 然后我来比赛 看谁的手感 比较准 对于天元也是 还是会有一种向往 就是当你们在都市丛林 半空间 待久了之后 然后去看到外面的这个草地啊 然后鸡啊 鹅啊 牛啊 什么的 你们仍然会有一颗很同志的心去想要感受这些 然后也做过就是 呃 一日蚕食官嘛 就会帮他们去清理门店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帮他们洗澡 刷肺 每一次我来 然后带朋友啊 带客人来 把他噪音 小西他刚买的 他比较倦 所以我剩着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他根本的感情就比较好一些 嗯 通常标准出品 如果是 当时奥 那大会是 这两次 然后可以这样 提供一下 这种 嗨 是好 因为如果在农场 或在自己店里面的话 一看到我就 抓过来开会啊 什么事情啊 我就根本忙不了自己的事情 然后到这边的话 我就至少躲在那后面的角落 然后蹭一下WiFi 然后那个手机充个电 然后我上次去参加了那个 两岸清理门号月的博中的时候 旁边坐的是大陆这边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说 我觉得台湾讲好好听哦 我小孩会有一点点这边的口音 然后台湾的朋友就说 你好 你们家妹妹讲话好好听哦 就相互觉得 就觉得对方的夯了 会有会有 就是这样子 就像你游住 你同一个技术 你对不同体系的人去用 对 它有效果是不是 我会发现 同样做波罗 然后对胖一点 然后跟下面 下面下面 瘦一点的工作 对 那个会稳定到的一点 区别 对 这个事业的话 应该先 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要去做别人做过的事情 或是想要像别人一样 巴西螺术 它是一个需要靠脑力 来取胜的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 这个战术执行 然后技巧的转换 所以我觉得在练习巴西螺术 的过程当中 它会逼迫我 放下所有的杂念 专注在当下 那个运动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必须要全神贯注的 两个人好像缠在一起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但是其实他们在 互相找对方的弱点 然后所以就很像 在下相似一样 对 人家说站在风口上的猪 都会飞起来 那有的时候 大家想做那头猪 对吧 但是有时候 你其实成为 那阵风是更好的 就像我做农业项目好了 如果我一直想要去做一个 大家很喜欢的 很有前景的一个工作的话 那我会费很大的劲 那如果我只是做 我喜爱的事情 我认为是对的事情 是正确的事情 我可能会花了三年 四年的时间 但是当那个风口 一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我是那阵风了 大家是跟着我去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真的啊 对对对 去吧 坐好 好 欢迎大家来到 一点甜 来嘴呢 我们要参加的是 温和鱼条 看下就在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人工干预的 这种环境 然后其实我们对于 季节的变化 会渐渐的就开始忽视了 比如说当这个 立秋了 你就要开始吃一些东西 来去适应这个 季节的转换 所以它其实是 含有很多古人的智慧 那在我们经济发展的 过程当中 渐渐的被淡忘掉 那自从我们做了 这个农业之后 我们就会常常去关注 二十四节气的变化 然后做出相对应的 这些一些措施 预备开始 每个小孩都有 对大自然这种天性 就是大家看到大自然 或接触到大自然的时候 情绪就会非常的 就是外放 比赛结果 第四章 十五条 十一条 十一条 那我们这边输定了 一 二 三 四 他没回容了 五 六 七 九 知道吗 我整个打都打不到别人 一直被打 但是这就是游戏 变赌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萌场 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特意会把24节系 加入到我们的活动里面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 家长能够跟小朋友 一起来做 我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就很深刻的感觉到 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 一个纽带 一个让现在的小孩子 跟爷爷奶奶 他们那个时代 就是爷爷奶奶会说 我们以前干活啊 割一割刀子 割到腰痠背痛啊 刀子都拿不起来了 这里就是叫城市农场 就是我们去把农场 搬到城市 很慢啊什么的 他就会保留着过来 所以我们的slogan叫做 多一点凉甜 更异于未来 我刚才一进来就感受到 你们这边非常的 有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对 它里面都种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植物 所以你一走进去 就闻到那种植物的 分散香味 工厂 对 做工厂 然后变成做 农业 农业 这也飘太大了吧 就是跨行 对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面 以前我这玩具 不知道该怎么 小孩上场 超级 昨天在农场 把我通常翻了 就是一进去农场 先喂狗 然后喂猫 然后喂牛 然后又去喂鱼 就是全部的都 都喂一遍 我说 他们已经吃饱了 不饿了 不行 他怎么不吃我的 他不被我困住啊 你要跟镜头比 你要跟镜头比 自己动吗 对 你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很香 对 我还是看你的虾 人的油 也是专门油 找寻过对不对 对 因为我家是很新鲜的 对 如果是比较不好的油 加去你的那个舌头会立 他就觉得好像色色 嗯 躲在鸿鸣身中 我却 随风 从中的天亮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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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